杜甫的诗句真乃大师风凡 千年之前竟然有这么精巧的兵器 原来现代纺织技术 都是由这个木锥子改良而来 多难阴忧兴国运 动心忍性惜前者 动心忍性 请问您是诸葛先生吗 你是何人 怎会认得老夫啊 这八镇图 这诸葛连弩 想必您一定是诸葛先生了 你竟然认得此物 其实晚辈来自千年之后 先生的发明创造 对我们后世有着重要影响 你真的来自千年之后 正是 快与老夫说说 那千年之后的光景 那时候 我们的复兴号列车 将会临跑事件 还有载人航天 探月工程 快快坐下 与老夫细细说来 先生有机会再与您信说 安德广煞 千万间 大必天下 大必天下韩世 巨观言 好文采 阁下所言 正道出我心中所感 晚辈惭愧 其实先生的这首诗篇 在千年之后 人人都能背诵 当真有此歧视 不仅如此 千年之后 人人都有读书上进的机会 那时的中国 老有所养 又有所依 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好 好 百年多病 俱得照应 艰难苦恨 皆可消弥 皆可消弥 你是谁 我 你 你是谁 你这衣裳样式甚是奇怪 布料却是上品 不知要耗费多少时日 才能知就啊 用不了多久 几百年后的机器 每天都能做出像这样 成千上万件衣服 数百年后 倘若真如你所说 数百年后 岂不是能一批天下 能 几百年后的中国百业巨星 每个人都能靠双手 吃饱穿暖 如此甚好 勿主之 祁父之 共赏美好生活 请看 巧夺天宫 结论 千年的奋斗 终有着繁华盛世 壮灾 我泱泱打中国 刚才那是 动心忍性惜前哲 就是要鼓励我们努力前进 要奋斗 有奋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这样吧 先生有机会在一起做个衣 可以 好吧 可以 做个衣他们这边有什么特定的行李吗 就是他那个朝在做衣带着怎么样了 他做什么样的 没有 因为咱们是现代人 所以没问题 我没问题 然后我给你 预备 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高尾光大展红兔 就要在优酷上线播出了 下红兔 二三三四四六七公子 fluor 忍应 I ne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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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多拍好戏 争取把角色都塑造好